声线多变,虎字清晰,坚持用原声 这些演员的台词值得一个赞赏 大家好,我是大嘴小巴 时代在进步,演员的台词却在退步 但今天小巴要跟大家聊聊这几位 不管演现代剧还是古装 几乎都用原声台词的演员们 1.猪一龙 猪一龙是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演员 早期参演了很多的数字电影和烂剧 也会在古偶中使用配音 但猪一龙早期出名的角色 比如嘴炮王者冯豆子 不是,你看你自己那个样子 王王我告诉你 你原来还有那么一点点可爱的地方 现在半点不设,轻浮 深情的耻锐 我知道 你肯定还在为这件事耿耿于我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 可以感受到猪一龙的台词功底 猪一龙靠震魂大火 强大温柔的沈薇 忠二邪恶的叶尊 除了演技加成 就连台词都被他演出了不同的味道 后面 大火石拍摄的重启 亲爱的自己 叹逆者等剧 猪一龙都是使用原生 而且猪一龙是电视剧电影两把抓 慢慢的 电影有了票房放身 也往实力派演员进军了 二 白羽 直男吊丝 游冬冬 帅气的韩晨 雪霸男神张远 有点渣的曹光 还有各种配角等等 白羽从来都是使用原生 其中他扮演英俊成熟 有家国大义的逢庸 让我眼前一亮 男兵横飞那会儿我不怕死 我甚至很勇敢 可当你看到宝丁的铜窗 一根根死在你面前 死在你脚下 死在你怀里 我怕 我怕看见他们死在我面前 震魂中 白羽即使胡子拉叉 也用演技台词撑起来 赵云兰这个角色 沉默的真相中 极具悲剧性的江阳 除了白羽的好演技 你还能从台词上 感受到他的语调 从意气风发到蜷缩钩楼 我是个检察官 光天化日之下 我亮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可是我没证据啊 我在大牢里改造了两年 出来后线索全没了 最后用虚弱的身体来成全正义 白羽演的几乎都是现代剧 古装台词怎么样呢 看不出来 但今年的风起龙兮 也说明了白羽可塑性极强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你表面上 是在一步一步的完成计划 可实际上 你是受到了洋衣和风云的反间命令 台词公帝没得说是小八心里的宝藏演员 三张若云 张若云出道以来演过非常多的电视剧 原生台词使用率是相当的高 除了这几部都是原生 之前张若云出演九州用配音 小八还以为呢 是张若云的古装台词说的不太好 后来听了花絮 其实呢 差别不大 从雪豹 江泽 麻雀 到法医前名 小八对张若云感官很不错 但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直到大爆的庆余年 这场朝堂斗诗戏 张若云的台词相当惊艳 这段戏啊 其实很难拍 稍微台词有点结巴 就会整段垮掉 还特别尴尬 但张若云 整场戏下来非常精彩 必须开始就气势如虹 充满信念感 要是尾了 后面完全出不来这个效果 近年的警察荣耀 张若云饰演嘴皮子利索 正义又带点滑头的李大维 话多得让那师父生艳呢 我说你这个人的话 怎么就这么多呢 没看他都在休息呢 我都一个小时没说话了 话虽多 但字字讲得清楚 很有自己独特的味道 四 杨子 同心出道的杨子 到现在已经演了无数的作品 可除了《花飞花》 《青云志》 《龙珠传奇》这三部剧 其他作品 杨子都是使用原生台词 杨子的台词方面 还是用心啦 当年杨子出演《加油儿女》时 台词就已经非常清晰 说不本来就不用理啊 我有权利拒绝别人 难道说不 就对你们那么难吗 想想吧 你们呀 肯定是患上了 取悦别人的毛病 长大后的他 穿梭在各种题材的电视剧中 主演的《战长沙》 更是小巴 刷了很多次的精品 互相相依家子 欢喜轻松的开头 获碎凄惨的结尾 当时 十九岁的杨子 靠着演技台词 把这个角色演活了 当他颤抖的声音 要回家时 他们在家里等着我呢 小满也在家里等着我呢 我得回家 这爆发力 看到我泪流满面呢 像《战长沙》这样的 优质本子很难得 欢乐送之后 杨子就一头栽进有香剧 从香蜜 亲爱的 到余生 沉香如鲜 看得出来 不论是古装 还是现代剧的台词 杨子都能游刃有余地掌握 但在《女心里诗》里 那没有情感的台词功底 让小巴怀疑 这真的是杨子的实力吗 五 刘浩然 刘浩然除了现代剧 《最好的我们》中 清澈干净的学霸男神于怀 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只有考试考得好 才能上好大学 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们既然改变不了规则 那就做到最好 古装剧的台词呢 也让人印象深刻 九州飘渺路 温柔英勇的吕归陈 刘浩然台词呢 说的很有味道 情绪和吐字 自证强缘 有一种温柔的俗感 六 宋祖儿 可以开一个 单口笑声节目的宋祖儿 台词功底好 确实是因为 嘴皮子太溜了 和阮今天对戏是这样的 是指生存 饿得我死了 生存什么呀 生存 从昨天到现在 你想着方的折磨我 一点尊严都没有 就这样我还生存什么呀 和黄紫涛对戏是这样的 咱俩才认识几天 我看你熟嘛 没事 昨天三分之后 今天五分之后 如果你现在把钱借给我 那我们就是全省 这一大段一大段台词啊 都不见他有喘口气 古装剧这种演法呢 也没有太大的违和感 在叶天子里 演得活泼可爱的少女是这样的 你们扬架什么呀 可了不起吗 你又是谁啊 你是他奶奶啊 这才多大你就这么打他 你给我滚开 你别过来 我就说嘛 你长得这么老又这么丑 肯定不是他奶奶 不是你孙女你还大人 九州天马路 前妻轻松画牢风 我可以为国家出力 可是和亲不行啊 我是个男儿身 青阳世子也是个男儿身 那我们怎么能成双成对啊 后来剧情走向悲剧 他的台词呢 也变得缓慢和有情绪 我这个人 没什么大愿望 我就希望我们三个 能一直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在乔家的儿女中悲伤到极致时 我也算陪你死去回来过一次吧 你还想跟我过吗 可是我不想跟你过了 宋佐那算是九五花里 台词能拿得出手的 中戏毕业的张新成 在你好旧时光台词是这样的 那我更要一直跟着你 直到我把命运从那儿夺走的幸福 我全都还给你为止 在大宋少年制 台词是这样的 干嘛非得谈投靠呢 双方互相合作 各取所需 不好吗 当你把他 跟其他业余方的一起对比时 这你呀嘎那 你说的是我妈跟爸结婚之后的情况 但事实上呢 我跟李坚坚并没有实际上的兄妹关系 那要这么说的话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我爸不把你当亲来自养吗 你除了不睡在我们家 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妹吗 小时候可是我亲手把李坚坚 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 邻居们都看到了 李坚坚跟我爸敬了茶 我们拜了天地 跟听话阿卿有什么区别 张新成讲台词 每个字都清晰又有力 甚至完全不需要字幕 张新成出道到现在 使用原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古装呢只有大宋少年制一和二 现代剧呢演的很多 但都是偶像剧 家庭偶像剧 校园偶像剧 还有两部悬疑剧 要么剧本不行了 要么烂尾 不过他和正午合作的新剧 县尾大院 全是优秀的演员和老戏骨 到时候呢 可以更直观地看 这位青年演员的实力啦 说起来呢 毛小童有点好笑 台词出圈 居然是在跟渣男对话的录音里 你瞒着我在一个月前录节目的时候 你把坑就已经买好了 你说我喝多了 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 OK好 那你摇摇摆摆 在你清醒的时候 第一期节目 你穿着蓝色衣服 你就说我是一个单身狗来到这里 那会儿你也喝多了吗 你还是嗑药了 请问 但细看 毛小童的本演履历 真的是非常精彩 年代剧 亲情剧 战争剧 偶像剧 武侠剧 都有参与 在这些剧里面呢 除了少部分使用配音之外 都是用的原生台词 毛小童的任何角色 不管再怎么着急愤怒 不管怎么歇斯底里 但你能听清她的台词 她的情绪全部都在语调里 今天我过生日 我过生日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怎么对你了 那门我确实是没留意 对 你是不留意 不留意门 不留意猫 不留意我 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可留意的 我真想不明白 你这样的人 你为什么要结婚啊 都想必放谁当养啊 所以说 情绪起伏大 真不是台词讲不好的理由 9 胡歌 之前 有网友统计了胡歌 自出道以来 餐演的古装剧中 除了仙衣 可老斋之意 使用了配音 从06年天外飞仙以后 胡歌餐演的电视剧 是百分之百的原生台词 包括 没有盘进去的现代剧 胡歌出道就吃了 李逍遥配音的弘历 但他对演戏的要求 绝对算是严格的 在台词上精益求精 演完49日季后 几乎专心从事话剧事业 八年演了108场话剧 直到连续接下电视剧 狼牙宝和北装者 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不管是耿直傻气的董勇郭靖 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爱人 那怎么活得下去呢 聪慧机智的杨六郎 你死了 谁去重建杨家军 谁去制行天博府 我不管 我不管 你不得不管 养儿郎当的景天 你说他会不会爱上你啊 你 我 太我 你说什么呢你 花花公子易小川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 受了很多折 可是那不能成为你变成坏人的理由 还是深谋远虑的梅长苏 如今下江谋逆 皇帝垂木 新太子威望正高 现在是重审吃眼就完的好时候 但我还差了一份挑起此事的契机 狐哥把橘色性格融入台词 声线语调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观众听得非常顺耳 10 王凯 王凯自出道以来 原声使用率几乎到了百分之百 不管是出道制作 一切由我担当 你们现在不听我的话 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还是早些年饰演的 年男腔小配角 那个丑丫头上次就刺激了我的眼睛 今天我特意换了一副新的模式论 要开一个美好的作品 谁知道让我看到了这 竟然都是原声 王凯的原声台词 语调清晰 很有词性 非常有面识度 北平无战事中 一人对戏众多老戏故的台词功底 当时就让小八 觉得印象深刻 那么多学生围在军营外面 而且人数会越来越多 我们守着的是一千吨粮食吗 那是一千吨火药 五人小组即一解散 现在到底是谁做主 再爆发一次七五那样的事件 我们该怎么办 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指示 王牙榜 《伪装者》中 王凯精彩的表演得到关注 后续的优质剧《大江大河》 让观众对他的演技台词都有目共睹 其实火了之后呢 他也陆续地接了一些口碑不太好的偶像剧 为了整垮我不惜一切代价 甚至不惜出卖色想 甚至践踏感情 我没有 你 你定是哪里误会了 误会 难道拿铁的事不是受你指使 难道五年前的事不是你爆料给媒体的 说实话 在偶像剧里 他的原生台词 把配音都掉到的好惨 而且 季冠林的配音 真的很容易有人喘息 11.蒋欣 蒋欣在《真环传》之前呢 更多是打加油的配角 能不能用原声啊 也不是他能说的算的 但赤金子总会发光的 才能让蒋欣的台词在《真环传》一战成名 就连导演看着他演戏时的台词啊 都让其他演员学习呢 即使《真环传》没有现场收音 但在花絮里 蒋欣的台词和他后期配音没有任何差别 但非就是非 贵妃就是贵 只差一字就得滴人一等 滴人一等便要扶手贴耳不得为逆 姓菲你懂吗 但非就是非 退妃就是贵妃 只差一字就得滴人一等 滴人一等便要扶手贴耳不得为逆 姓菲你懂吗 华菲那种张扬跋扈 妩媚强势的性格 不仅出现在她的演技中 还有台词里 台词清晰度 语调真是好高让人称赞啊 此后不管是古装剧 年代剧 还是现代剧 蒋欣都百分之百使用原声台词 人火了 没有因为繁忙去使用配音 而是更加坚持用自己的声音 非科班出身的蒋欣 可以说超过了太多科班出身的演员 除了这些演员 还有像谭颂韵 罗云熙 郑夜诚等等演员 古装现代剧 也是坚持使用原声 不至于说非常优秀 但绝对合格 还有的演员呢 只在现代剧用原声 古装一直用配音 这种啊 还是得去多尝试挑战一下 还有的演员呢 是现代剧可以 但古装台词一股子现代味 很为何呢 现在演员演戏都在减少使用配音 提倡多用原声 毕竟这可是演员的基本功 台词讲得好 确实会一块 但台词讲得不好的 还是要经得起批评 多去恋恋